現在來看怎麼讓它乖乖走 我現在鎖頭把它打開 鎖頭打開之後我們先點一下 線是這條對不對 那我就用橡皮擦 可不可以擦一個洞 可以 洞可大可小 你如果要小一點你就把筆刷選小一點的 因為只要一擦了之後 就一定有起點跟重點 但是注意一下這樣一擦會 連下面那個都擦掉對不對 你來看一下 對呀你看一下這裡 它是一般擦除有沒有 那麼你可以選擇只有擦除線段 因為下面那個是甜色 有沒有 它就不會不小心擦到甜色了 或者如果你不要下面受影響怎麼辦 把下面鎖起來 它就不受影響了 這是它的橡皮擦長得更加不一樣的 平常橡皮擦我們大概不會說跨塗層 其他軟體啦 可是Flash裡面會跨塗層 會跨塗層 這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現在呢 有起點跟終點 今天你的終點 好我現在線還是鎖起來 我這個地方終點 假設在這裡 起點 不是這是起點 終點的話 我就把它移到這邊來 這樣OK嗎 好我們來看看喔 看看它會不會繞著走 有沒有很乖的就繞著那個走 這樣OK的齁 再做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做這個的時候 正常來講你平常在做應該會 應該不會這麼乖啦 所以這麼乖就是說 這個飛機不會這樣自動跟著轉 因為我這個之前有做過 所以這裡有個叫沿向路徑有沒有 這個 這個原本應該是沒有勾起來的 原本應該是沒有勾 所以各位正常做完 你的飛機應該會像這樣子 應該是 直直的去然後倒退下來 有沒有 那什麼叫沿向路徑 如果你那個選項有勾 就是說你在做這個 漸變的過程裡面 有把這個勾起來的話 它飛機會永遠跟路徑 保持一個什麼 跟飛機永遠跟路徑保持這樣的一個角度 有沒有 不管你移到哪裡它永遠都是這個角度 這個選項我們在 以拉吹特有沒有講過 有 在兩個漸變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這個選項 我等一下把那個打開給你看一下好了 你先試看把它擦掉 來 以拉吹特那個沿向路徑的選項在這邊 我們有沒有用過這個 漸變 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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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變這樣嗎 然後勒 可不可以把 讓它繞著這個路徑跑 可以 所以是不是可以把它同時選起來 然後到這邊 漸變 取代旋轉 就是取代那條線嘛 本來是直線對不對 好 放進去 那你看一下 預設的話 預設的話 它這個 我原本的那個心狀就是正 我都是正的 就像這樣正的 所以它中間這邊不會選擇 我把中間那個選項弄少一點 你看一下 選項弄少一點 是不是在這裡 有一個叫漸變選項 我們可以直接指定那個接數嗎 這個指定接數 五個 好 那你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方向了吧 這個 右手邊這個 就是 沿向路徑 因為它會讓你的 什麼 心狀跟這個 永遠保持一個 好 所以如果打勾的話 你看現在星星 是不是都是同一個角度 有沒有 繞著這樣跑了 這樣了解了 它這個就會繞著這樣跑 這樣就會OK 所以其實也有 有啊有啊有啊 這裡 你看本來 本來在這邊的時候 是這樣子 到這裡的時候 有沒有變這樣 這裡 永遠保持垂直 這個接數有沒有跟著一直在變 對不對 這樣畫出來應該就很明顯了吧 好 好 我們就這樣往下拉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話呢 都跟我們平常調整順序一樣 有沒有在後面的 可以的齁 就是這樣而已 隨便 與你 一般的 行為 開箱 可以 這裡 在 你 開箱 那